我跟台灣也非常有緣分 我第一次來台灣是2003年 其實已經21年了 而且那個時候是我的人生當中的第一部主角的戲 而且我演的就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在21年當中 其實我也來過很多次台灣 13年的時候 跟賴老師一起到台北演《如夢之夢》 也帶了很長的視線 所以這次來還是覺得非常親切 當然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希望這次來可以求證一下 就是這個繁花 因為繁花大家知道 我們是用護語演出的 然後在播出的時候 就面對很多媒體採訪的時候 我的這個普通話就帶著互譜的口音 可是有很多的朋友 就聽了我的互譜以後 他們說你的普通話有台灣口音 沒有沒有沒有非常的標準 我們很容易可以交流的 所以我要求證一件事情是 我的普通話有台灣口音嗎 就是我的相應有台灣口音嗎 有有有我們都覺得很親切 那我更開心了 就說明我們不婚彼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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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